大家好,我是Mie,我們在上海 在西班牙,你一定聽過唐吉賀德的大名 但你或許不知道幾百年前,作家賽萬提斯創作的這位小書主人公 心裡一直有個遠由中國的夢想 在哪兒的附近的片段位置,在1615 在那裡,翻譯了,或是想像,可能是 跟他想起,他曾有其他老老依靠的中國 在這個大國家,建立了一個學校 去學習了文化的文化 在那裡,也曾經讀了《董寇寇》的大學 應該要等了幾乎四年來完成這篇文化 《三萬提四十月大廳》中擺放的這尊作品 對我而言,再熟悉不過 就在去年我曾在福建泉州艺术家吴大新的工作室中 亲眼见过这尊布满白色桃子鳞片的麒麟 今天它就这样水灵灵地出现在了上海塞万提斯学院 同样熟悉的还有福建德化艺术家苏献中的白子作品 我曾在德化面对面地感受过纸的纯粹与真实 这跨越时空的又一次碰面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机缘呢 蒙特罗曾不止一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他引用了西班牙当代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 中国在微笑中的诗句 真正的怀旧与过去无关 与未来有关 当然我们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当天上午举办的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 现场的企业家们似乎都对未来愁愁满志 与未来的企业的企业 这个是一样的会议咱们的联合,每个区域和各种专业的联合 您在这边的挑战有一点? 很大挑战 例如 学习中国语 叫崔雨勤,然后是负责西班牙帕斯卡辣制品公司在整个亚洲的业务 从这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觉得这一次西班牙首相的来访是一个怎样的气息呢?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因为其实中西贸易的合作一直是在稳固推进的 我也希望各种贸易 包括像食品啊像乳制品啊的那些民生产品 也可以是从功获利的 面对中西企业家们的期待 桑切斯表达了对于未来的信心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报道 每次有更多的企业的企业 在中国的企业 但我相信是在中国的企业 也许是一个很大的活动 在进入 每次有更多的企业的企业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去年中西两国共庆建交50周年 明年我们又将迎来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20周年 从文化到经济 从海洋到陆地 看来唐吉赫德当年的幻想并非虚妄 今天我们也完成了 塞外提斯写给我们的诗言 跨越409年 看起来不错 能拟着更好的方式 向它致敬 行走的骑士 从田野开始 终游世界 跟尔野